Across the world 為什麼會熱愛累球 然後從事當教練那個職務 我覺得就是應該是學生給我的影響 在一開始我在帶球隊的時候 我发现了一群就是爱打球的孩子 影响我 然后也让我觉得为他们付出什么 然后我也想把我以前学的东西 就是传授给他们 会打累球的孩子 尤其是女生 真的是不多的 那他们愿意留下来 我觉得我也愿意这样子陪他们 那不管以后 他们有没有要继续走这条路 喜欢这运动的话 那我就是把我所学的东西 就是传授给他们 因为我不位在新屋啦 新屋对在整个桃园区来讲 是比较偏西南 所以基本上交通还不是那么方便 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在招生上面 我们大概初期大概以在地的为主 在地为主 但是在地的过去的经验里面 外流的情况其实也蛮严重的 等于说在地留下来的学生 跟这方面的学生其实不多 但是我们成立统一班之后 那有一些就愿意留下来 所以招生的情况 虽然过去来讲是困难的 那么我们就先在地的兴趣 我们先为优先考量 然后让他们在地 慢慢地用这一两年的时间 把那个训练的成效 还有比赛成果整理出来 拼出来之后 再慢慢地去调整那个元素 所以招生情况来讲 整体来讲是困难的 但是不管怎么讲 越困难的地方 越困难的环境 我们就是教练们 选手们就是努力地学习 让大家看到 其实很努力地在这个部分去耕耘 那我们也期待 我们也基本会有这样的预期 随着学校的环境越来越好 那招生的困难度会下降 那我们也希望争取更多的人 我来到这间学校是在2016年 但是那个女蕾队成立在2015年 那一年 所以到从2015年到今年 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因为我们是新成立的球队 所以我们先以临近的县市为主 新竹的远东国中 新北市的易雪国中 我们本市的自强国中 国中的部分就是 当然是以基本动作为主 因为棒楼球基本动作 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到了高中呢 就是给的观念就是 技术上的东西 然后还有战术的运用 还有最重要就是 因为他们身体素质已经有了 所以来加强他们的一些体能 跟他们一起抱发力 我觉得很多球队啊 就是教练教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差不多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对对人的礼貌 然后第二个就是 在教导球技之前 我觉得怎么去教他们 去把所有的 比赛的球具怎么摆设 要尊重它 也要尊重球场 我觉得这些细节 他们都知道了 也都知道怎么去做了 我觉得在谈到球技的东西 相对他们在学球技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更细腻的部分 累球让我学会了很多 我从国一的时候 是还蛮屁的一个小女生 然后进来累球队的时候 教练就会一直教我们 厂下做人处事的道理啊 或者是私下很多小细节 教练都会强调说 就是私下的事情很重要 所以教练都会说 私下事情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那厂上球技根本就不用讲了 私底下我们都会 就是很注重礼貌 礼节什么的 然后都会观察很多 然后也会 学会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 队长这个职位不好当 压力很大 因为 队长如果有做不好的事情 就是 队长都要扛下来 然后或是有犯错 或者是什么的话 队长都要第一个跳出来 所以 队长这个职位真的不好当 不管 遇到什么难题 一定要就会赶快想到办法去解决 去克服 然后不会说 遇到一个难题的话 我就会想要逃避 然后我不想去做 一定会跳出来 告诉大家现在要干嘛 然后不会让大家很慌 之所措 我希望自己可以再有领导力一点 然后可以把队友都带好 然后在12月的联赛预赛可以进8强 完成家庭的心愿 然后也给大家一个肯定 我觉得我希望孩子在进入磊球队 我觉得不是只有学校球技的 教导他们就是 那个团体生活中要怎么跟 大家互相合作 然后最重要是我会教导他们 就是做人跟做事的道理 我觉得在这个团队当中 就是看到各个家庭的孩子 那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 我觉得可以从中去教导他们 正确跟错误的一些观念 之后去告诉他们 在以后出了社会之后 那我们要怎么去跟人相处 他们从这球队离开了 或是不管你以后 有没有要继续打球 你可以把那个教练传授 那个教导的东西 或是在这球队学习到的东西 可以运用在你往后的人生 我最重视的就是教导孩子 就是做人做事 然后对人一定要有礼貌 然后对长辈一定要孝顺 把握好你现在所学习 面对的那种特质 你面对不断的各种旅败旅战 球一胜都很难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往前走 你还要练习 我就算知道我这场比赛还是输 我还是要上场比赛 我要拼全力比赛 这个都是这一胜量的 第二个大概就回到 就是说你在延伸未来的路的时候 在几个路上面 在你现在有专业知识上面 你可以看到更多更广 学习不同的 像包括语言 包括相关的休闲产业 这些东西的基础是要用的 第三个就变成说 当你选定的时候 我这个基础要支持我 我学会的这些东西来支持 使我在未来的这个路上面 能够走得更好 能够走得更远 因为我们第一班的孩子 他们很特别 就是他们有些从国中 有些从高中 就已经开始接受到 这样子一个训练的磨练 所以我觉得用这三个来谈 对他们来讲其实意义更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